今天是2020年9月25号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因为中秋节要吃月饼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 五人月饼 本名的食材有 白芝麻 黑芝麻 腰果 核桃仁 南瓜仁 白糖 糯米粉 食用油 转化糖浆 还有面粉 现在把花生米放在烤箱里 烤上30分钟 现在锅里烤的是南瓜子仁 现在把烤好的花生米 把皮搓掉头 这一盘烤的是腰果 核桃仁 现在先把芝麻用水淘洗出来 把淘洗好的芝麻用锅炒熟它 现在把这个糯米粉放锅里炒熟它 把这个糯米粉炒得微微有点发黄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和面皮 先把这个熬之后的转化糖浆放在盆里 再把这个碱水放上 放上奶粉 再加上白糖 把白糖让它融化 加上芽麻油 让它充分的溶解 把糖融化 现在已经融化好了 加上面粉 加上面粉一货 慢慢的温一下 不要搅 要活成光滑的面团 现在已经把这个面 现在已经把这个面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了 现在放在盆里就得醒一下 盖上 现在装一下午日的馅料 现在是白芝麻和黑芝麻 加上腰果和核桃仁 再加上花生碎 烤出的花生碎 烤出的南瓜籽 还有青红丝 再加上腌制的玫瑰花 现在把这些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再放上白糖 再加上油 先放点芝麻油 再放芽麻油 再放芽麻油 再搅拌均匀 现在把这个馅料 全部的拌匀了 把这个馅料全部放好了 好 现在加上糯米粉 这是炒熟的糯米粉 这里面再放上的蜂蜜 现在再加上200开 把烧好的开水凉一下 把馅儿和起来 把这个馅儿要和成什么样呢 一抓 好 从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一转的转起来 这个馅儿现在就和好了 现在把馅好的面 搓成长条 切成小的等份 这样盘成圆球 弯扁它 把这个馅儿也要弄成圆球 放在这里包下来 用虎口慢慢的收紧 把这个口收下来 包盐它 把这个馅儿全部包盐它 全部包好 把包好的这个热点坯 放在这个模具里压一下 压一下 压出来 放在烤盘上 现在放在烤盘上 放在烤箱里去烤 现在设置温度 上下火180度 放在烤盘上 再拿出来刷上蛋液 再烤 10分钟就好 现在已经烤这10分钟了 全部定型了 这次要拉出来 刷上蛋液 现在轻轻的刷上一点蛋液 不要刷的太多 刷上蛋液 再继续烤10分钟 每一个上面 都要刷均匀它 不要刷的太多 好 现在要把它继续烤10分钟 好了 时间到了 想快看一下吧 已经烤好了 现在五人月饼 已经全部做好了 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现在都已经围到香味了 外面很酥 看一下 非常的香甜酥脆 太好吃了 对不起 各位观看 我一直在 pumpkin 在这段时间 看来 ć不详唱 做什么 我一直在那里 有点滑 我就感觉 回到山路 按下 那我一直在那里 你比较 我一直在那里 那我一直在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